NSN将在三月正式来退休厨艺了 而目前的网络已经出现 使用者开始从NSN 转换成Skype这样的状况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来做 城市跟账号的合并转移 而转换账号的大工程 我们的52特工队 要教你用七大步骤来搞定 另外也提醒您 所有这个有使用上的三大困扰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陪伴广大网友超过十年的MSN 将在三月十五号这一天退休 你都做好城市转换了吗 所以是MSN转成Skype吗 怎么用啊 使用者要将MSN转成Skype 第一步骤就是得先登入Skype的官网 进行设定 点选首页右上角的加入Skype之后 网页会来到新的页面 这个时候点选Microsoft账户 网站会要求使用者输入账号密码 进行合并前的验证 然后选择你想要进行的合并方式 接着下载并安装Skype程式 完成之后再输入原先的MSN账号密码 就搞定了 MSN转换Skype成功了好开心 不过包括MSN登入音效 对话音效 就连会出现在对话视窗里面的爱心 亲嘴抱抱的可爱小图 在程式转换使用之后都将全部消失 MSN转换程式之前 你的联络清单上还看到你所设定的联络群组 在MSN上面的群组一旦转换到Skype之后 群的消失不见了 怎么办 你只能透过建立群组的这项功能 来重新分类你的联络人 倒数计时使用超过10年的MSN 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要跟使用者say goodbye 建议使用者可别等到最后一刻才转换 完成这则新闻的报道 我的MSN也顺利转换到Skype 不过提醒大家 先的使用界面可能会多花你一些时间摸索和示意 综合报道